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夜幕下的伟装者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大空开网运程飆向着快七八回轻 只有现役的照片和车厢号 请站在安静线里面 不要走在这 火车进站以后 因为当时上下车旅客比较多 我们就安排警力 拔住两边车门 然后让进车厢进行摸牌 东西有没有 东西有没有 看还有没有东西 东西 包在哪 您拿上 是不是 对对对 这边这个包 嗯 对着那个 吃有着那个假生分欣喜的 这个先一扔 精心抓捕 拿着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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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拿着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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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皮尔扫的 还满了 你过来 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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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您好 您好 我要报警 嗯 请找 我的车在那个 自己小区门口停到了 让人把玻璃打来了 在哪里 在那个饭化车的玻璃 好 把我后玻璃的时候 已经撤碎了 撤碎可能透东西了 好的 我们通知民警 跟你联系啊 接到市民报案后 山西省新州市公安局 直选分局 波明派出所的民警 立刻赶到了案发现场 这是一片高楼林立的 居民小区 受害人王女士被砸的汽车 就停放在小区外的马路边上 就是我早上七点送孩子 去那个 烧补细胞了 然后一过来就看见 这个玻璃砸了 然而 王女士 并不是这天早上 唯一遭到砸虫盗窃的受害人 我那车玻璃昨天晚上在小区外面 晃得被人倒了 喂 您好 新州市公安局10报警服务团 喂 您好 我现在这里是那个新州 就是泛华城市广场 就是这个西门 西门旁边吧 我这个车被人家那个 给砸了玻璃了 您好 我这边是泛华城市广场嘛 车也被人倒了 玻璃也砸了 这些报警人 要么是跟王女士居住在同一个小区 要么就是乡邻小区的居民 由于这些小区的停车位数量有限 很多业主就把车停放在小区周边的空地上 当时在现场 小区的北门 南门 西门 都有车辆的汽车玻璃被砸 丢失了若干物品和现金 由于涉及的车辆比较多 丢失的物品也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立即联系了行警队 到达现场进行处置 新州市位于山西省中北部 古称秀荣 文化历史悠久 民风淳朴 一夜之间 砸车窗盗窃案竟然集中爆发 近几年来 这在新州城区实属罕见 我们去了以后 看到这个小区周边的路边 多辆汽车玻璃被砸 尤德瓦是这个驾驶是 司机位置这个车门上的玻璃 尤德瓦是这个司机位置 后面的这个汽车玻璃 然后车里面啊 都是有他们进行大量的翻动 车内的砸七砸八的东西 都翻过到那个车的那个座上 把民警一边对被砸倒车辆逐一进行细致的勘察 一边对周边群众进行走访 寻找目击者 最晚的这个十一十点吧 十一二点吧 回来 这就比较晚了 十一二点回来 把车停到路边 他然后就回去了 据了解 受害人中最晚回来停车的 是在二十日晚上十一点多钟 而最早发现汽车被砸到的 是在二十一日早上的七点半左右 这个案件这个发生的时间啊 应该在这个凌晨 这个时候啊 大部分人们啊 都在这个已经进入梦想 街上的人已经很少 这个寻找这个目击真人 进行这个调查巡洪啊 这个意义是不怎么大的 现场勘察显示 多数车辆被砸的 都是左侧后排的车窗玻璃 有的车窗玻璃成片掉落 有的则散落一地 天末的它是正片掉下来 它就是正片玻璃可以掉到车内 或者是从玻璃框上卸下来 放到地上 但是有的这些呢 就是人家转业汽车 就是自带的那种木 刚化的成一个碎状 这些呢砸开了以后 玻璃碎片就可以 都变成了小颗粒 有的掉到车内 有的掉到车内 在被砸车辆的内部 所有副驾驶位前的工具箱 扶手处的储物箱 都被嫌疑人打开翻找过 车主的个人物品被扔得到处都是 有些车座上还留有残缺不全的脚印 车厢里反而比较乱 而且是留下的是残缺出解 也没有留下万针的指纹 好像是这个砖比较老鼠 就没有留下这个交无万针的 或者是比较密切的这个无针 案发现场包括泛华城市广场 日月红小区 华苑小区等小区 勘察一直从早上持续到中午 一共有19辆汽车的玻璃被砸 车内物品被盗 根据现场遗留下的那个玻璃水槽 以及在那个车内被盗物品 翻动那个痕迹 我们初步的断定 这应该就是一伙的流窜座 现场勘察结束后 新州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了1021专案组 全力展开侦破工作 专案组首先调去了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视频 进行排查 这个被砸到的汽车都停在小区的外边 当时我们调取这个监控的时候 发现这个小区在外边的这个摄像头 拿的很少 有几个都偷在这个监控区 看不到这个作案的情况 监控不仅存在盲区 而且由于发案时间在深夜 监控视频的清晰度也大大折扣 这些都给视频排查工作 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不过经过图真民警的细致工作 他们终于发现了一个可疑身影 狡猾嫌疑人有意躲避视频监控 他坐一些这个小箱子呀 或者是坐这个视频排不到的地方 盗贼凭空消失背后必有蹊跷 这个人是不是当是消失以后 躲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把衣服给换了 分析细节 警方识破嫌疑人换装轨迹 他把纳着手电筒 在这个周边这个汽车 一个挨着一个 朝里面照 咱们当时这些判定完 这个人就是最上的嫌疑人 一幕下的伪装者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通过大量视频排查 焦点集中在泛华城市广场北门外的 学院街监控中 专案组民警在这里 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 监控显示 10月21日凌晨1点15分 在道路南边的大树下 有一个人影 靠近了停在路边的汽车 他用手电筒逐个照射 透过车窗对车内进行观察 由于距离较远 监控中只能看出这个人 穿着一身类似迷彩服的衣服 中等身材 体型匀衬 戴黑色帽子 黑色口罩 脚上穿一双白色鞋底的鞋子 当时也看不清楚 效果不是很好 他只能给咱们提供 给现任人大概中央的事件 他迈着大步 甩着胳膊 行动迅速 专案组分析认为 这个人应该是一名年轻男性 很快 他穿过马路 来到一辆黑色汽车前 围着汽车转了一圈之后 绕到了汽车副驾驶位置 只见手电筒的灯光 在车旁边晃了几晃 这个人就消失在路边的树丛中了 他把那的手电筒 在这个周边这个汽车 一个挨着一个 车里面照 咱们当时 这些判定 这个人就是昨天的嫌疑人 嫌疑人围着转圈的黑色汽车 正是19辆被砸到汽车中的一辆 专案组以嫌疑人消失的地点为中心 从泛华城市广场 到日月红小区 再到华苑小区 立都锦城小区 京华小区等案发现场 在将近四五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逐步向四周扩散 排查所有天网和民用监控设施 终于在九原街与七一路交叉口的 一处监控中 再一次看到了 这名嫌疑人的身影 视频显示的时间是 10月21日凌晨3点42分 有数据 得到我 一人背不得到 在九原街上 繁尖的行业 在九原上 身面中有一个 最后的同时 一人背不得到 要在九原街上 一人背不得到 在九原街上 一人背不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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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 那是眼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嫌疑人从银行门口离开后 继续沿着七一路向南行走 进入杏林街 4点33分进入建设北路 在建设路与燕门大道交叉口的路边 嫌疑人对停放在路边的轿车进行照射 4点36分 嫌疑人抬头四处打凉后 原路折返 斜穿过马路 再次进入了建设北路 4点49分 当追踪到建设北路锦衣院小区西门时 嫌疑人又一次从监控中消失了 他在更早一个十字路口站的时候 就找不到了 怎么早也找不到 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民进查遍了周围所有的监控视频 都没有再发现嫌疑人的身影 在跟踪的过程当中 咱们就发现这个嫌疑人 他有时候也就 回避这个建设的这个视频监控 是吧 他走一些这个小箱子呀 或者是走这个视频拍不到的地方 从泛华城市广场 到嫌疑人最后消失的 锦衣院小区附近 这段路程不足5公里 专案组分析 尽管狡猾的嫌疑人 在刻意躲避监控探头 但是案发地点周边的天网监控 和民用监控分布较多 嫌疑人即便刻意躲避 也不可能原地消失 应该还是视频侦查的不够细致 或者某个环节出现了疏漏 对这个四个路口的这个 监控都掉去了 也没有发现他的尊严 在这四个路口的另外的路口 我总守他 看我能不能守到他 因为他肯定要进过这路口 他不可能离开这路口 去的别的地方 专案组调整思路 绘制了案发现场周边的地形图 对嫌疑人可能逃离的路线 进行分析推演 然后再到实地 对各条推演路线上的治安监控 民用监控等逐一排查 并把排查的时间范围逐步向后推进 10月21日早晨5点12分 在团结街与师院西巷交叉路口的监控中 一个身影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这名男子出现的地点 距离嫌疑人消失的地点 只有400多米 他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 里边塞满了东西 由于当时天还没有亮 路上并没有几个行人 这个早早出门的人显得有些醒目 民警向前查看视频 但一直没有发现 这个人进出路口的画面 民警心中不由地产生了一个疑问 当时咱们做一个怀疑 说这个人是不是 当时消失以后躲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把衣服给换了 这个人的身高 体态 走路的姿势都与嫌疑人有几分相像 民警怀疑此人就是换装后的嫌疑人 我们进行了大胆的猜想 这个人应该是在这个拐角处更换了衣服 然后把衣服放到他随身提的袋子里 民警通过对视频仔细分析发现 这个人虽然身上的衣服与嫌疑人不同 但他们同样都戴着一个黑色口罩 而且脚上的鞋子也是白色鞋底 与嫌疑人所穿的鞋子十分相似 嫌疑人轨迹留线索 暴露藏身之处 当时他叫这个出座车 对咱们就增加了信息 就符合这个嫌疑人 出床以后离开这个县场 似乎这个情形 意外发现 嫌疑人竟然不止一人 查看了这个当时 他的租宿时候的登记 发现是一个长母和一个孙母 两个人来登记的 盗贼假冒身份 侦查线索再次中断 他们应该持有这假设纷阵 夜幕下的伪装者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8年10月21日凌晨4点49分 嫌疑人在建设北路 锦衣院小区附近的监控画面中 失去了踪迹 5点12分 在距离嫌疑人消失地点 400多米的团结街 师院西巷路口 走出来一鸣 身穿黑色上衣 浅色裤子的 是一个男子 经过比对分析 专案组认为 这名男子很有可能是 换装后的嫌疑人 因竟随即对这名男子的行迹 展开视频追踪 嫌疑男子手里拎着一个袋子 沿着团结街向西 往七一路方向走去 5点17分 嫌疑人在路边停下 此时的他已经摘下了黑色口罩 蹲在路边摆弄手机 并时不时地向道路两边张望 5点20分 嫌疑人进入了七一路 嫌疑人就在上面那个路口 有地方 然后沿着七一路 不行 这个问题 嫌疑人沿七一路向南走 边走边打电话 5点22分57秒 监控拍到了嫌疑人 清晰的面部图像 他圆脸 戴眼镜 微胖 走路时 有些左右摇摆 嫌疑人在七一路 雪府街路口 徘徊了十多分钟 5点38分 他坐上一辆出租车 向东驶去 当时他叫这个出租车 对咱们就增强了信心 就符合这个嫌疑人 坐上以后离开这个现场 死后这个情形 嫌疑人乘坐的出租车 从雪府街进入了新建路 新建东街 往火车站方向驶去 看到这里 把民警心里一紧 如果嫌疑人到火车站 直接乘火车离开新州的话 这无疑会加大案件 侦破的难度 民警马上通过出租车的号牌 找到了这名出租车司机 向他了解嫌疑人的去向 根据出租车司机提供的下车地点 民警调取附近监控发现 10月21日早晨5点44分 嫌疑人在火车站广场前的路口下车 之后横穿马路 进入了一家街边的旅店 专案组民警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 已经是21日深夜 据嫌疑人进入旅店 已经过去了十多个小时 嫌疑人此刻还会在旅店里吗 为避免打草惊蛇 专案组民警决定 先到这家旅店进行摸牌 旅店工作人员却说 没有见过这样一个人 民警看到这家旅店的门口 柜台和楼梯口都装有监控 就请旅店工作人员 调取这些监控进行查看 监控视频显示 10月21日早晨5点48分 嫌疑人推门进入旅店 直接上到二楼 进入了一个房间 这时旅店工作人员想起 此人是一名住店客人 这名男子早在10月19日就已登记入住了 所以21日早上没有他的入住记录 民警查看了旅店的住宿记录 嫌疑人已于10月21日中午退房离开 信息还显示 当时与嫌疑人一同入住的还有一名男子 查看了当时他在住宿的时候登记 发现是一个张某和一个苏某 两个人来登记的 民警对他们登记的身份证信息 进行了查验 两个人均为内蒙古籍 一个叫张某霄 一个叫苏某波 经过照片与视频比对 民警确认张某霄 就是警方之前一直进行视频追踪的那名嫌疑人 但这个苏某波又是谁呢 两名男子住到了一起 一个出去假如实施了盗窃的话 另一名男子也应该知道这个情况 就用我们的话说的话 他应该就是同婚 围绕两名嫌疑人登记的身份信息推进调查 民警发现他们都存在异常的购票记录 信息显示 张某霄10月16日乘坐了从长治到太原的快904次列车 10月17日乘坐了呼和浩特到包头的第6777次动车 10月18日乘坐了太原到阳泉的6042次列车 10月19日乘坐了包头到东盛西的快997次列车 而快997次列车在包头的发车时间是17点32分 到达东盛西的时间是18点51分 内蒙古东盛西距离新州市有400多公里 没有直达列车 开车需要6个多小时 而19日中午时分张某霄已经在新州入住旅店 他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 专案组刚刚锁定了嫌疑人的身份 却又发现两名嫌疑人身份信息都是假的 侦破线索再一次中断了 将计就计 追踪嫌疑人行计 咱们就讲错就错 以嫌疑人持有这两个身份证为遵点 进行进一步的跟踪 停车4分钟 民警上车快速抓捕 在7807次科车在新州靠赞的时候 对持有这两个假身份信息的嫌疑人 嫌疑人流窜多声 作案一百余起 犯罪嫌疑人是流窜昨年第四轮犯 年纪的第四车破了 以为了正式的犯罪 夜幕下的伪装者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专案组分析 两名嫌疑人应该属于流窜作案 而流窜作案最大的特点就是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嫌疑人在作案时间 作案地点上 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这给案件的侦破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虽然目前专案组只掌握了两名嫌疑人 假的身份信息 但专案组决定将计就计 顺藤摸瓜 咱们通过分析 认为嫌疑人他接下来 他这个作车 阻塑 应该还要持有这个身份证 所以说咱们就讲错就错 以嫌疑人持有这个身份证 为尊敬 进行进一步的跟踪 跟踪 查询 然后掌握他们的脚点 经过连续三个昼夜的缜密侦查 10月23日晚上 专案组获得一个情报 两名嫌疑人当晚 用假身份证 在大同市的一家小旅店 办理了入住登记 得知这一情况后 专案组组织民警驱车赶往大同 这必须去 咱们查案期的政策建议 告诉咱们 你必须去 你只有去了以后 你才能站完一手指 新州市距离大同市200多公里 走高速两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 但是当民警行到半途时 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最新情报就是 这两个犯罪嫌疑 正从所有走 往这个云城 乘货车要逃窗 可能是之前的情报有误 最新的购票信息显示 10月24日一早 两名嫌疑人在朔州火车站 购买了当天8点12分 从朔州海往运城的快7807次列车车票 所以当时的胖道 现役人肯定已经不在大同了 他已经从这个索州上了货车 准备去运城 至于他是从这个大同 什么时间去的索州 这种情况咱们当时也应该不止 直到他现在应该就在货车上 得知这个情况后 专案组命令正在赶往大同的民警 即刻掉头返回新州 因为上午10点59分 从朔州开往运城的快7807次列车 将会在新州火车站停靠 专案组决定 利用列车停靠的短暂时间 上车对两名嫌疑人进行抓捕 然而此刻民警们还在二广高速上 距离新州火车站 有90多公里的路程 他们已经来不及在火车到达前 赶到新州火车站了 因为我们当时得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是上午10点左右了 我们肯定是回不去了 所以我们这个Telopias 进行沟通 让他们协助 在这个7807次客车 在新州靠赏的时候 对这两个持有的 那个假身闻信息的这个 嫌疑人进行抓捕 购物票信息显示 两名嫌疑人购买的是 快7807次列车 2号车厢的7号和8号下铺 专案组联系了 快7807次列车上的城警 请他们协助侦查 嫌疑人在列车上的情况 之后 城警以例行检查为由 查看了两名嫌疑人的 车票和身份证 他们所持的 正是张某骁和宋某波的身份证 在得到城警反馈的信息后 专案组更要争分夺秒了 快7807次列车 在新州火车站只停留4分钟 在短短的4分钟时间里 民警要登车 对两名嫌疑人进行辩认抓捕 并带离车厢 同时还要保证 同车乘客的人身安全 抓捕难度可想而知 10月24日上午11时59分 快7807次列车 准时驶入新州火车站 车门刚一打开 几名民警就登上了 嫌疑人所在的卧库车厢 在城警的协助下 将两名嫌疑人一举抓获 两名嫌疑人随即被带回 新州市公安局直属分局 专案组民警 从两名嫌疑人随身物品中 缴获了盗窃所得脏物 手表8块 手机7部 金项链1条 现金1万余元 同时缴获迷彩服 口罩 帽子 手电筒等作案工具 咱们桌面上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在抓获犯罪嫌疑人 周末之后 从他的背包里面查获的 特别是这件迷彩服 监控中发现的 以及看到他作案时候 穿的衣服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帽子也是他作案时候 戴的 以及他的手套 灰色的裤子 以及黑色的上衣 民警还从嫌疑人的身上 找到了他们本人的身份证 证实 张某霄的真实姓名 叫周某峰 河南省洛河市人 松某波的真实姓名 叫陈某祥 内蒙古赤峰市人 两人均有盗窃前科 并且曾在同一监狱服刑 你跟这个陈立祥 什么时候开始联系 我们认识很长时间 都认识就将近十年了吧 将近十年了 我说今年来山西这边 什么时间联系的 就十月中旬那时候 十月中旬啊 两名嫌疑人交代 二零一八年十月中旬 他们相约流窜到山西 一起进行砸车窗盗窃 十月十三号 干减查事情 砸车窝离盗窃 到了有多少辆车 四辆 新宿四辆 十月十三号 开始是吧 从这个河呢 来到这个山西的京城 然后去到长治 长治去了太原 太原又到杨泉 杨泉又到新州 新州去了大同 然后又去了塑州 面对警方掌握的 大量有利证据 两名嫌疑人共认不讳 他们利用迷彩服 口罩 帽子进行伪装 以停放在住宅小区周边的 中高档轿车为作案目标 用顶尖砸开车窗玻璃 进行盗窃 总共砸到这个汽车啊 有这个 一百四五十辆 因为他们贯速啊 每到一个地方 最起码也 每个人砸大几辆 或者是十几辆吧 这是一个大概的数字 盗窃所得的物品 大部分被他们以低廉的价格 卖给了二手商店 现金则被他们挥霍 而嫌疑人对受害人造成的 实际经济损失和社会危害 远远大于两名嫌疑人 所交代的犯罪事实 从夸区去的让大地广告警官 其他相关这个受害人啊 有的地方就放回回来了 有的地方就放回就没有 没有丢钉鞋 他就有时候 联系不上 放回不到 在对案件进一步深挖后 专案组查明 两名嫌疑人 曾在贵州 四川 河北 辽宁 山东 山西六个省的 二十多个市县流窜作案 嫌疑人假冒身份 咒服夜出 跨省流窜 不可谓不狡猾多端 但山西新州警方 明察秋毫 快速行动 给他们的犯罪之路 画上了休止符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A级通缉令 李胜 男 1990年12月12日出生 户籍地 山西省湘原县 武寒镇南马池巷9号 身份证号码 140423 1990 1212 0076 该男子为重大盗抢骗犯罪再逃人员 公安机关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 及时检举揭发盗抢骗等违法犯罪活动 发现有关情况 仅及时拨打110报警